商业创新教育的其他人 而多领域的合作 请问中方会是有无法代访和难度 所望的爱客支持 是一个新的代表者 康明凯 迈克尔 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安全的活动 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 同时保障其合法权利 在中加所有沟通中 我们都向家方表明了 家方应尊重法治精神 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我愿意再次强调 当前中加关系面临困难 责任不在中方 家方很清楚问题的症结 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纠正错误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创造条件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 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接触和往来 包括互设官方机构 法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 这一图谋不会得逞 安理会主席有关的表态 反映了绝大多数 安理会成员的立场 和国际社会的共识 美方要求启动 快速恢复制裁机制的举动 不得人心 不会得逞 中方一贯尊重 白俄罗斯人民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白方 为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 安全和发展 所做出的努力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对白俄罗斯内政的干涉 我们相信在卢卡申科总统的领导下 白俄罗斯将恢复政局稳定 和社会安宁 王毅国委员间外长 此访期间 将同索尔贝格首相会见 顾斯雷德外交大臣会谈 就中挪关系 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自1990年以来 中国军队累计参加 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4万多人次 是安理会武常中 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 美国建国240多年历史上 只有16年没打过仗 美国2019年军费预算 超过了7,160亿美元 这相当于美国后面9个国家 军费开支的总和 是谁在全世界 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非法对伊拉克 叙利亚 利比亚等国 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 派舰机到远离本土的海域 大秀肌肉 是谁 固守冷战思维 不断地毁约 退群 挥舞大棒和拳头 肆意破坏全球规则 美方一些政客 只要尊重事实 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美国伊沃尔高空侦察机 擅自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 严重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 严重违反 中美海空安全行为准则 及相关国际惯例 极易引发误解误判 甚至造成海空意外事件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行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动 以实际行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传行动